2597年,蟑螂这种在地球最处可见的昆虫陷于人类一部征服火星,完成了一次质的突破 看这魁梧的身躯,极具爆发力的肌肉,显然已经成为星空之下的最强生物 强歌之名响彻宇宙,而这一切的起源源于人类的一次移民计划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岛国科幻片《火星一中》 电影根据漫画改编而称,脑洞之大令人嘖嘖争气 500年前,各国人口数量暴增,已经达到地球的承载上限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岛国开展了一个名为地球化的计划 将苔藓和强歌送到火星,以求改变火星的生态环境,从而形成人类第二故乡 500年后,火星生态环境无限接近地球,符合人类生存的各种要求 移民计划正式开始,然而此时却面临一个问题 火星上的强歌怎么办? 在漫长的岁月里,火星恶劣的气候加上外太空各种辐射 强歌已经实现了超进化,拥有了比人类更强的身体素质 为了铲除强歌,负责移民计划的博士 用金钱吸引了一批不知情的普通人,组成一支清理小队 率先送往火星进行清除 飞船成功降落火星,小队成员分组探测 然而一下飞船,小队成员便遭斗攻击 两名成员当场丧命,一个是短发妹,另一个是男主小级的女友奶奶婿 其他成员回到飞船质问队长 队长说出强歌超进化的事情,政府称之为火星一中 不过在上飞船之前,博士给每一个人注入了昆虫基因 只要注射了火星剂,特定时间内人类将会昆虫化 从而获得超越常人的能力,当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火星剂如果注射过多,将无法再变回正常人类 尽管拥有和变异强歌对抗的能力 但小姐姐们还是有点害怕,建议立刻返回地球 可惜现在返回已经为时太晚 雷达系统侦测到,强歌已经将飞船包围了 一位退役老兵自高奋勇,要为众人秀一波操作 一套犀利的拳脚再加一个大招 眼看强歌就要倒地身亡 飞船上的人也被这一波天秀惊丹 然而就在下一秒,强歌又一次站了起来 瞬间将退役老兵反杀 甚至没有给老兵留下交代一言的时间 与此同时,另一个强歌爬上飞船 想要破开飞船的钢滑玻璃 驾驶员小姐姐非常淡定 钢滑玻璃经过特殊加工 用炮弹都轰不开 可惜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脸 强歌一个肘机破开钢滑玻璃 顺便带走了驾驶员和另一名成员 看吧,这就是说大话要付出的代价 说是迟那是快 队长迅速注射活性剂 激活了体内子弹蚁的基因 这种原产于南美的蚂蚁 拥有近乎无敌的力量 一招就将强歌掀翻在地 众人还没有从金额中恢复 更多的强歌已经涌向飞船 别看强歌长得五大三粗 脑瓜子啊其实还挺好用的 率先破坏了飞船的启动装置 先把飞船永远的留在火星 小队成员简单商量之后 决定兵分两路 队长和一名黑客作为诱饵吸引强歌 其他几个人趁机逃到一号飞船上 也就是那艘运载苔蚁和强歌的飞船 在队长的牵制下 其他人成功登上了装甲车 维索男注射活性剂 从嘴里喷出500米长的火焰 作为装甲车的动力驱使 时速达到了惊人的每小时945公里 就在装人为此惊叹不已的时候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片海啸 走近一看才发现 所谓的海啸 其实是无数的强歌组成的虫巢 好在维索男昆虫基因强大 强大的反作用力 让装甲车像一颗子弹 瞬间就冲破了虫巢 但紧接着 一股更浩大的虫巢袭来 维索男已经精品力尽 众人的生命违在旦夕 危机时刻 两个小姐姐挺身而出 他们的体内注射了防御系昆虫 注射完火星剂后 两个人形成了一道顿墙 将维索男保护在身后 最终装甲车再一次冲破冲巢 不过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将小姐姐和维索男弹飞 装甲车上的人也陷入昏迷 智能系统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 两个小姐姐和维索男被留在原地 等三个人睁开眼时 周围聚集了一群强哥 两个小姐姐当场惨死 维索男也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不知道过了多久 装甲车已经到达一号飞船 车上的人也缓缓醒来 到目前为止 只剩下了五个人 副队长小吉 另一名成员小五 以及两个黑社会成员 副队长带着小吉和小五进入飞船 检查启动装置是否受损 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枪响 三人走出飞船 两名黑社会成员已经毙命 躲在远处的强哥站起身来 手上拿着飞船上的枪械 强哥竟然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 与此同时 距离二号飞船不远 一只强哥手里拿着移动电话 似乎正在和某人通话 言语中似乎在策划什么阴谋 而二号飞船内部 长时间高强度作战 队长的体力已经严重不足 情急之下 关闭了飞船所有出口 并且将飞船内部的氧气排出 强哥虽然外表皮糙肉厚 但也需要氧气来维持生命 在完全真空的状态下 与人类并没有太大区别 飞船上的所有生物都陷入昏迷 包括队长和黑客 没过多长时间 飞船上的氧气系统自动启动 队长缓缓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一只强哥 诡异的是 这只强哥竟然会说话 队长正要继续发问 强哥突然从中间裂开 一个女人从强哥的身体里钻出来 女人竟然是所有人都以为已经死去的短发妹 短发妹体内的昆虫基因能够操纵强哥 因此才侥幸逃过一劫 同时短发妹还说出一个秘密 她和黑客跟随小队来到火星 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强哥 而是将强哥的虫卵带回地球 不是想利用虫卵在地球上打造一只强哥大军 随后短发妹直接开枪杀死的队长 唤醒了黑客 黑客体内的昆虫基因是不死虫 遇到危险会陷入沉睡 之后只要泼点水就能复苏 两人将虫卵装好 修好飞船 准备离开火星 飞船缓缓上升 就在此时便已凸起 从虫卵里付出两只强哥 这两只强哥有点与众不同 额头上带有白色小点 短发妹急猛注射火星剂 想要控制两只强哥 然而两只强哥再次进化 摆脱控制的一刹那 反手杀了短发妹 之后开始召唤自己的同伴 一时间无数的蟑螂张开翅膀 飞向飞船 飞船失去平衡 朝着小吉等人坠落 带有白色小点的强哥 似乎是强哥们中的领袖 指挥强哥大军杀向小吉等人 三个人也迅速注射火星剂 小吉体内的昆虫基因是蜜蜂 拥有极为可怕的攻击力 小物体内的昆虫基因是沙漠飞黄 拥有五五伦比的角力 能够轻松跳过九层大楼 副队长体内的昆虫基因是螳螂 一双镰刀般的手臂 能够轻松将强哥四成两半 一场大战正式开始 三个人对战成千上满的强哥 凭借着极为强大的实力 一只只强哥倒在地上 在战斗过程中 三个人意外发现 白点强哥的地位好像比较高 正所谓擒贼先擒王 可惜他们低估了白点强哥的实力 仅仅只是一个照面 副队长就领了盒饭 为了对付白点强哥 小五再次注射火星剂 将人体进一步昆虫化 从而获得更加强大的实力 随着一阵阵火星剂的注入 小五已经彻底变成人形怪物 背后甚至还进化出了翅膀 无数的强哥死在他的手中 其中还包括一只白点强哥 也正是因为一只白点强哥的死亡 刺激了另外一只白点强哥 战斗进行到这里 小吉和小五已经筋疲力尽 强哥的数量却丝毫未减 恼羞成怒的白点强哥 要为同伴报仇 小吉的一对熬刺就这样生生折断 至此两人以无以战之力 静静等待死神的到来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飘来五个字 啊不 天空飞来一只白色的蝴蝶 闪烁着圣家的光芒 翅膀每挥动一下 就撒下一片鳞粉 这只白色蝴蝶正是奈奈旭 奈奈旭人虽然已经死了 但灵魂感受到爱人遇到危险 激发了体内的昆虫基因 化作蝴蝶过来营救 底下的强哥是看呆了眼啊 什么玩意儿花里胡哨的 白点强哥直接扛起一把枪 小吉见到爱人复活的一时间 有点控制不住 直接飞了过去 小五看到白点强哥扛起枪 急忙上前去保护小吉 在数量众多的鳞粉中点火 绝对会引发一场超级火灾 结果果然不出所料 白点强哥开枪的一瞬间 强哥大军被大火覆盖 小吉在小五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有点可惜的是 奈奈旭并没有真的复活 只是以灵体的形式存在 现在也被大火吞噬 小五昆虫化越来越严重 命肯定是保不住了 大火烧完 能够站起来的强哥已经寥寥无几 小吉送走了小五和奈奈旭 一个人登上了飞船 在飞船里见到了一个非常意外的人 那就是黑客 黑客几乎拥有不死之神 此时对于两个人来说 不管来到火星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强哥 还是为了将强哥的重卵带回 现在都没有多大意义 重要的是尽快回到地球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可能大部分人在生活中比较讨厌强哥 就像电影里所说的那样 人们讨厌强哥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 而是一种发自本能的业务 但也不得不承认 在大自然的精心筛选下 强哥强大的适应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也是非常值得人类钦佩的 实际量有资 meva 机 C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